男人的家里有一亿个女佣 而且每晚和不同女明星打扑克 玩得花样百出 贴身保镖看了都三观近毁 谁能想到 这样的人正在竞选总统 第二天 老太就会换上一副和蔼可亲的面孔 不停向老百姓鞠躬致血 就是为了打造亲民人设 笼络人心有利于竞选 伪装自己放荡不羁的真面目 为了让大家信任他会为人民当牛做马 直接当众下跪 不在乎男人膝下有黄金 只在乎能为人民服务 这套表面工作成功给大伙洗脑 老太的支持率疯狂飙升 脸超第二名 马上就能C位出道了 她坐在豪华汽车里春风得意 可一旁的老婆敏英却默不作声 一副苦瓜脸 多年前 敏英是风光无限的顶流女明星 可被经纪人诈骗欠下了一大笔钱 因此结识了老太 本想着嫁入豪门可以被捧在手心 殊不知 老太表面为人正直 背地却是毫无人性的暴力狂 不仅如此 每次敏英出门 都要派人尾随 而且还要求不断拍照打卡 极端的控制欲 压得敏英喘不过气 怨恨越激越深 她决定反击 拿了一个破手机 找到一家很少有人光顾的维修店 表示里面有很多重要照片和讯息 只要师傅可以修好 价格随便开 师傅心动了 决定接下这单 但越看眼前的人 越确定她是偶像敏英 师傅激动万分 说我是你的偶像 而不是 你是我的粉丝 敏英看到粉丝却面无表情 闷不吭声地转身离去 仿佛是在逃避什么 殊不知 淳朴的师傅 实际上是敲诈勒索的高手 表面在修手机 贝蒂却把顾客手机的隐私 窃取得一干二净 删掉的照片都能挖出来 接着以此敲诈顾客 如今爱了半辈子的偶像 他更要偷窥隐私了 不曾想 手机里都是敏英遍体鳞伤的照片 显而易见 他是被家暴了 意识到明星所向的老态 贝蒂其实是暴力狂 这可让师傅一阵后怕 第二天 敏英来取手机 师傅表示已经知道了他的秘密 想要他不曝光的话 给五亿美金做封口费 敏英眼都不眨 说给他三十亿 如果走漏风声 他怎么死都不知道 师傅以为他这是在吓唬自己 还觉得他作为粉丝 理应解救偶像 在和朋友吃饭时 把这件事告诉了他 朋友是个正直的记者 认为此事必须曝光 难道要让一个暴力狂当选总统吗 必须揭开老态的真面目 于是带师傅来到网吧里 趁没人注意 把敏英受伤的照片上传到网上 本以为会闹得人尽皆知 可第二天帖子就消失了 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 师傅并不知道 他这个解救偶像的行为 却导致敏英遭受了更残忍的家暴 女人被丈夫用皮鞭不停抽打 完全不像高官贵族的明星太太 而被打的原因 只不过敏英修了布手机 里面被家暴的照片被维修师傅发现 这就暴露了老态实际是家暴男 一旦人尽皆知不利于他竞选总统 敏英痛苦万分 不得不说出师傅所在地 老太得知后 立刻派人去把师傅灭口 很快 师傅就被保镖一路追杀 幸亏敏英及时赶到 救了他一命 其实敏英打算老太正式选举那天 爆出手机里的照片 结果师傅好心办坏事 提前将把柄暴露 证据被老太拿走了 还对敏英起了警惕 本来老太现在就民心所向 要扳倒他就更难了 师傅愧疚万分 向敏英承诺一定会把老太手机黑掉 老太派保镖控制敏英行动 保镖见敏英迟迟不从美容院出来 起了疑心 正准备破门而入 一位美女从里面出来 她正是老太的最强竞争对手小江 同样对总统竞选虎视眈眈 但如今老太民心所向 小江处于劣势 恼火得很 看到保镖试图进去直接发飙 表示这是女人的私密场所 男人怎么可以随意进出 就在这时 敏英赶了回来 保镖发现自己多虑了 拍照打卡后 便也没有理由继续待下去 敏英走进房间 脱下了衣服露出满身伤痕 一旁的小江立马察觉异常 试图把敏英被家暴作为突破口 从而扳倒老太 随即找来了私人侦探 要求对方挖出老太黑料 敏英回到家里 依旧对老太毕恭毕敬 让对方放松警惕 然而手机被没收 她只能偷偷跑到饭店 找老板接电话 联系了师傅 让她做好准备 晚上配合她黑掉老太手机 等到晚上 她偷偷在老太水杯里混入蒙汗药 等老太睡死过去 她就悄悄溜到书房 用老太手机联系师傅 此时师傅在酒店里远程操控 手法行云流水 不仅成功把老太手机黑掉 还安装了监听软件 老太自然狡猾得很 手机里不仅没有任何隐私 还存了许多小江的验照 提前掌握了小江的把柄 师傅灵机一动 反正如今势单力薄 而且小江是老太最强的竞争对手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他打算和小江联手 而小江的私人侦探已经开始跟踪敏英 可出乎意料的是 老太在敏英身边安插了许多保镖 立马就发现了他 老太意识到对手把敏英当作突破口 气得头皮发麻 小江却春风得意 他脱下贴身衣物 走进浴池里和男明星打扑克 如今总统竞选迫在眉梢 他还有闲暇谈情说爱丝毫不慌 全然不知私人侦探已经被老太抓住 男人调查别人老婆被请吃大嘴巴子 还被拖下去打断了腿 老太这么做并不是因为爱老婆敏英 只是担心家暴老婆的事情被曝光 影响他竞选总统 于是他把敏英软禁在酒店里 但他没想到的是 敏英早就做好了准备 提前与师傅联系 商量好了对策扳倒老太 在敏英被软禁后 师傅立马就找到了老太死对头小江 因为古人云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他表示手里有老太家暴的证据 小江考虑再三 同意和师傅联手 立马联系媒体 一起赶来敏英被软禁的酒店 终于在和老太交锋上赢了一次 并且为了防止敏英再次被抓 师傅把他带到了山上的民宿 敏英告诉了他为何后来没继续当偶像 还后悔放弃 一番诉苦让师傅心疼 表示会守护好他 如今他们只要通过老太被黑掉的手机 探测到他去四人豪宅打扑克 他们就立马赶过去偷拍抓个现行 媒体这边爆出了老太绑架老婆的新闻 一下子闹得沸沸扬扬 领导都不愿接老太电话 气得他直接砸电脑 他意识到敏英和师傅如今是一伙的 还联手了小江 命令保镖绝地三尺也要把敏英找到 到了晚上 师傅难以入睡 在床上转斩反侧 路过敏英的帐篷 意外看到他在给背上的伤口抹药 结果被敏英发现 大骂流氓 师傅赶紧冲进来解释 表示他只是经过恰巧看到 敏英不方便的话 他可以帮忙抹药 敏英说不用了 伤口不痛 师傅来的剧可是我会心痛 一把抢过药膏 结果要抹着抹着越发暧昧 敏英居然亲了口师傅 一个爱了半辈子的偶像 主动投怀送抱 这不师傅赚麻了 而老太得知敏英脱离控制 一直找不到她的行踪 气得把手机都砸了 差点心机梗塞 喊来女佣到家里给她把火关 殊不知手机被黑掉 消息被师傅看到 接着师傅一行人立马赶往豪宅 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个新女佣是儿媳妇 老太真是禽兽啊 儿媳熟练地跪在老太两腿间 敏英和师傅在远处偷拍 朋友负责放哨结果被发现 很快 保镖们就找到了敏英和师傅 两人拼命逃窜 保镖穷追不舍 终于敏英体力不知摔倒在地 师傅赶紧拨通报警电话 前一秒丢掉手机 后一秒两人就被抓到 老太使出更狠的招数 把师傅朋友绑了起来 然后给了敏英一把猎枪 让她把朋友击杀 不然死的就是她 敏英乃干得出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情 迟迟下不去手 老太示意保镖直接射击了朋友肩膀 打算嫁祸给敏英 制造出师傅为朋友报仇杀了敏英的假象 于是老太拿起枪准备击杀敏英 就在这时儿子回来了 早在这之前 敏英发现新女佣是儿媳时 她就冒充老太联系儿子 让她来豪宅 儿子看着眼前一目惊呆了 问这是在做什么 敏英趁机告诉儿子 儿媳也在这里 就在旁边的卧室 师傅赶紧附和 说老太和儿媳有一腿 儿子冲进卧室 还真找到了刚洗完澡的老婆 老太赶紧跟进来 试图向儿子解释 儿媳立马哭诉是老太强迫的 老太和儿媳互咬起来 儿子头都要炸了 儿媳跪下来祈求原谅 老太剑咬不过 直接开枪把儿媳击杀 儿子心脏骤停了 老太杀红了眼 命令保镖把敏英他们全部杀了 保镖准备开枪 下一秒 枪声响起 领盒犯的居然是老太 原来是儿子开的枪 这时外面响起警笛声 儿子逃不掉了 再加上儿媳死了 悲痛万分决定自杀 留下了伤心的敏英 和脑子还没转过来的保镖呢 而小江坐收渔翁之力竞选成功 师父和敏英则开始谈起甜甜的恋爱